我今天很榮幸最後一個花園 因為從小我就被受寵愛 我有三個姐姐兩個妹妹 那媽媽又特別的重男虛擬 所以讓我覺得說在這個環境裡面 過去到現在我一直覺得有一種虧欠感 對女生的一種虧欠感 特別是我大姐跟二姐 為了我還犧牲一些教育的權利 剛剛提到的教育權利 當然從小人格上在這種環境長大 他們也覺得說男孩子比較偉尊 但是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上 我們很高興女性的節育的表現 那在這裡我特別呼籲 我們除了要重視這個人格權之外 教育權之外 特別是現在女生大家曖昧 這個有時候怕曬黑 所以運動的狀況比較少 人身安全我們應該更加來注意 那尤其是我們社會上發生一些不幸的事情 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較柔弱生姿的 我們送給朋友們 從立法上我們應該應該從原來做這樣的處理 特別這樣有意義的國定加入實施 事實的可以提醒世人 重視台灣女孩 他們的人身安全 他們的交易權 他們的媒體權 他們的人身安全權 以及教育權 這樣子 非常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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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